这位妖枝,比我脖子还纤细的女演员 是上个世纪颇具名气的性感女星 简曼斯菲尔德 因为拥有非常傲然的身材和出尘绝艳的容貌 她和同时代的玛丽莲梦露一样 总在影视剧里扮演一些性感的笨蛋美人 也如玛丽莲梦露一样 出生于1933年的曼斯菲尔德 她的心徒并非一帆风顺 为了成为一名演员 她在大学时期就参加了表演训练 并多次参与了选美比赛 还在各种剧场充当临时演员 除了身材性感,容貌绝艳 她还多才多艺 弹得了钢琴,也拉得了小批琴 吟唱歌曲时,甜美的嗓音 还颇具辨识度 但直到50年代的后半夜 她才凭借一个半裸的角色获得了观众 拥有了与知名男演员搭档出演电影的机会 而她坦胸拍摄的史上画报 在《花花公子》刊登以后 让这期的杂志成为了《花花公子》史上最好卖的一期之一 50年代末,有超过2500家报纸 刊登过曼斯菲尔德的照片 但好运并没有一直光顾这位非常努力的女演员 196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火 让这位已在演艺圈混得风生水起的性感女郎 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而比识她才34岁 和玛丽连梦露一样 去世的既突然又离奇 纵观曼斯菲尔德的演艺生涯 她主演的电影虽没有很多高口碑的精品 但她给观众留下的荧幕形象 却是非常动人的 尤其是1956年上映的《春风得意》 身着多套华服亮相的曼斯菲尔德 成为了这部喜剧影片最大的亮点 影片里她的很多服装 都非常完美地勾勒了她凹凸有质的身材 其中这条蓝粉配色的花朵礼裙 因为颜色搭配得很像甜蜜的马卡龙 而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为了营造出隆重盛大的舞台效果 这条礼裙不但配色很醒目 裙子的下半身还设计成了蛋糕裙的款式 并用无数层薄纱堆叠而成 使得整体的视觉很是蓬松饱满 肩膀和腰间装点的粉色花碎 让这条非常甜美的舞台裙 更有设计的亮点 但在大部分的剧情里 曼斯菲尔德的荧幕形象 都是非常性感且成熟的 尤其是她穿着这条大红色礼裙的时候 裙子修身的剪裁 把她沙漏型的身材勾勒得一览无欲 胸腰臀的比例夸张地让我一度以为 曼斯菲尔德不是真正的人类 而是玩偶世界里的芭比娃娃 当这条性感的红裙 披上一条皮草披薄以后 曼斯菲尔德看起来 又像是一位非常端庄的贵妇 金贵冷艳又优雅大方 影片里 曼斯菲尔德那些一闪而过的礼裙 也都勾勒了她非常曼妙的身材 比如这条用发光断面制作的白色礼裙 还有这条用蕾丝制作的白色鱼尾婚裙 以及这条镂空衣领的灰色裙子 剪裁线条 无不展现了曼斯菲尔德非常优越的胸腰部 日常剧情里的曼斯菲尔德 她的戏服 也不忘展现她非常性感的身材 其中这条黑色的裙子 从配色到款式再到细节的装饰 都完美地契合了演员的性感气质 衣裙的设计并不复杂 但胜在剪裁线条非常干净流畅 没有一丝累赘的设计 方领样式的衣领 除了能拉长脖子的比例 还能凸显出曼斯菲尔德的胸部曲线 整套着装的神来之笔 是衣领上那朵粉白色的玫瑰花 她既降低了深色服装的沉闷感 还让这条裙子有了吸引眼球的焦点 头上那顶大帽颜的黑色礼帽 让着装者多了几分复古女郎的风情 而这条红咖色的连衣裙 裙子的剪裁线条和衣领的设计 都与黑裙非常的相似 只不过衣领没有装饰花朵 而是加了两根交叉在一起的红色布条 让没有佩戴项链的脖子 看起来不显的空荡 曼斯菲尔德那一头白金色的头发 很衬着一套红色的着装 在男女主郊游的戏份里 曼斯菲尔德还亮相了一条 非常有设计感的黄色连衣裙 这条散裙样式的裙子 把裙摆拆下来以后 还可以当成泳衣使用 一裙两穿的设计 既兼顾了创意感又特别的实用 并且整体的颜值还不赖 影片里曼斯菲尔德的戏服 也不都是为表现演员的性感而设计 他这条系了维兜的红色斑点裙 因为配色非常的浪漫 加上制作衣裙的面料又特别的轻柔 使得整个人的气质显得非常的清丽 少了几分刻意营造的性感 还有这件白色衬衣搭配绿色裤子的着装 也因为配色和面料的原因 曼斯菲尔德不似先前那般性感妩媚 加上肢体的动作还非常的可爱 演员的荧幕形象 有几分天真少女的纯情 在春风得意里 曼斯菲尔德还亮相了一套喀瑟针织衫 搭配格子半裙的着装 像影片里其他戏服一样 这套衣服的剪裁 也凸显了曼斯菲尔德非常夸张的腰团 服装的配色从上到下 从精巧的贝雷帽到闪闪发光的金属配饰 都做到了色彩的相互呼应 外出的场合 这套衣服还会套一件同色系的格子大衣 系在腰间的腰带并没有收拢大衣的全部衣摆 而是从大衣两侧的小口穿插进去 让大衣的后服外露出来 从侧面看的时候 曼斯菲尔德好似披了一件披风一般 那个年代的服装设计师 果真有在认认真真的研究衣服 制作出来的戏服 既讲究美感又讲究穿着的实用性 虽然曼斯菲尔德没能成为 像玛丽莲梦露那般名声大噪的巨星 但短暂辉煌过的新土 也为影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衣服 看了春风得意里的戏服 你最喜欢曼斯菲尔德的哪套着装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